同样是来自校园消息 位在了高雄的中华艺术学校 是全国唯一跨领域的综合艺术学员 每年都会透过两次展演 展出学生在校的学习成果 那么今年的春季展演首场连展 在市府四维行政中心登场了 最特别的是还将已故前校长 吴梅松的作品集结 展出难得意见的创作 由武道科及音乐科学生 带来的精彩演出 为中华艺术学校春季展演 揭开序幕 首场视觉记音像艺术连展 日前在市府四维行政中心登场 除了美术科的各类绘画作品 还有时尚工艺科 带来跨艺时尚工艺展 其中还有结合AI AR的艺术创作与运用 用AI自身AI 然后再生涂的海报 去当展演的作品 自己的专题就是用AI生涂 然后再修改 去做成的角色设计 我们是用溪流 但是溪流完全直接变成图像的话 是没有那么具体的 所以我们就有先自己画 然后再丢AI 然后因为AI它生出来 就没有那么细节 所以我们还是会自己用电汇 然后手会再去做设计 那AI部分就只会是一个参考 就是像颜色参考或者是构图的参考 当一个参考或者是工具来运用会比较好 无论是气势磅礴的鼓震表演 还是合唱团及各类乐器演奏 都展现音乐科学生的学习成果 此外就连双鱼小学部也在现场展示精彩作品 其中最特别是还将曾经获得教育贡献奖的已故前校长吴梅松的作品集结 举办小小各展展出难得一见创作 那吴校长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教育家 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家 他还没见到一校以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画家 那相对的他的画作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意涵 那这一次我们想要帮他圆一个我们自己小梦想 就是帮校长办一个小小的画展 因为校长的画作非常的多 有将近三四百幅画作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品 就是把一些非常比较惊讶的一些作品的部分 能够把它带到市政府来 看到我们高中时的同学 国小部的同学非常精彩 而且呢非常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展演 非常的感动 你知道中华艺校 是我们在就是整个教育体系 全国唯一一所就是艺术类的技职的高级 在培育我们艺术人才方面的话呢 应该是最专业 而且的话最有成效的 今年中华艺校春境展演有超过1000件作品 8个场次 陆续在文化中心 大东艺术文化中心等等地方展出及演出 不但是呈现学生在艺术教育中的 丰硕教学成果 也展现青年学子多元创意的青春活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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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